好的主播 从画面中可以看到 中分黑长发 戴上白口罩 一级成员彩领 站在飞机走道上 对着镜头露出无奈表情 韩团团师妹Easy 五位成员拥有亮丽外表 加上精湛的舞台能力 圈粉无数 近日搭机时 疑似遭到男网红骚扰 而男涵知名YouTuber卡广 时常拍影片 还会拍直播和粉丝互动 在网路上累积30万粉丝追踪 而她日前搭机直播时 刚好遇上女团Easy 甚至把直播镜头 直接转向彩领 不断唱着Easy的歌 甚至还假装和JYP娱乐普整 音通电话 此举让彩领不舒服 疑似受不了她的骚扰 其身和经纪人换位子 影片一出掀起热议 不少网友痛批 YouTuber卡广不试相 不该打扰艺人的私生活 对此YouTuber卡广也发文解释 自己当天在机场直播时 并不知道遇到他们 是透过观众才知道 彩领有听到她说的话 承认是自己和彩领对到眼时 才开口询问对方是艺人吗 彩领才选择换位子 强调自己并不是故意要骚扰 希望网友停止辱骂 否则就会提告捍卫名誉 以上就是最新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